行医 人为首 治病救人 为官 德在先 功而忘死 医道官徒 一医一官 医人医国 正气凛然 请听长篇小说 首席医官 原著谢荣鹏 演播阿陈 众人在楼下接到黄天野 黄天野接过CT片等资料 一边走 一边看 他不愧是世界级的脑外专家 没到楼上 他就已经把手里的这些资料看完了 对于病人脑部的情况 已经了然于胸 深刻印在了心里 当下他说道 情况紧急 请立即安排手术 我还需要病人以往的资料 在最后确认一下 请马上拿来 梁老的资料都是现成的 周耀明立刻就说 黄大夫 这些都已经准备好了 马上就能送过来 上楼到了手术室的门口 就有人把梁老以往的所有资料 送到了黄天野手中 并且做着细微之处的介绍 免得黄天野有什么漏看的地方 黄天野看了有五分钟左右 看完所有资料之后 倒回来重新看了一遍 确认无误 就把资料移放 准备手术吧 我需要两名助手 说完 他把外套以及手上的手表一摘 全都放在增益的手里 然后朝手术室大门走了过去 医院立刻安排了脑外科水平最高的 两名专家跟了进去 担当黄天野的助手 隔着手术室的玻璃 众人能看到黄天野进去之后 站在隔离带进行消毒 有护士上前地上手套帽子 并且帮黄天野扎上手术符 等黄天野走进手术室内 众人便什么也看不到了 梁斌的表情此时有些凝重 站在那轻轻地跺了一下脚 这个动作显示出 这位大部长的内心 此时还是担心焦虑着 毕竟里面躺着的是 自己生死未捕的老父亲 曾毅此时说道 梁部长 黄大夫是世界级的脑外专家 他看完病情资料之后 什么都没说 这应该是胸有成竹 这让梁部长的担心 稍稍去了几分 心想 曾毅这话说得不错 如果真有什么问题的话 黄天野肯定会提前说明的 他什么都没讲 就说明他对这台手术 是有着十足把握的 梁斌这才回过头 看着跟黄天野一起过来的 萧江波 他觉得有些眼熟 但一时记不起来是谁 于是问道 小曾 这位是 曾毅立刻就说 梁部长 这位是江波医药的董事长 萧江波先生 江波医药是这次脑外学术活工的组织者 黄天野大夫能够前来京城 就是受萧总的邀请而来 梁斌就朝萧江波伸出手 萧总 感谢你啊 萧江波伸出双手 抓住梁斌的手大力一握 连连说道 不敢当 不敢当啊 梁部长 今天主要是多亏了酒院的刘院长 他来参加活动的时候 正好带了一台救护车 要不是有这台救护车负责开道 这后果还真是不堪设想啊 站在萧江波身后的一位中年人 此时急步上前 弯着腰伸出双手 紧紧握住了梁斌的手 谦卑的说道 梁部长 我是酒医院的刘喜贵 刚才听萧总一讲情况 我不敢怠慢 立刻亲自在前面开道 好在我平时对这一片路况比较熟悉 没有耽误了大事 梁斌对这刘喜贵也十分客气 辛苦了 辛苦喜贵同志了 不管怎么说 今天老爷子要是得救的话 这些人都是有功有恩的 当然在他的心中 还是对众人有个比较的 要说功了 黄天爷那肯定是守功 老爷子如果脱险 全赖黄天爷的神手一计 其次是曾义的举荐之功 要不是他认识黄天爷 又知道黄天爷正在京城 那自己这位大部长 今天可要作困仇成了 其次就是萧江波 是萧江波把黄天爷请到了京城 又把黄天爷带到了京城医院 最后才是这个刘喜贵 而这几个人的态度却是各不相同 黄天爷根本不跟自己客气 直接先去救人 而曾义则是把功劳推给了身在京城的萧江波 而萧江波呢也是连连不敢当 又把功劳推给了刘喜贵 唯独这个刘喜贵 则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他的功劳一番卖弄 这样的表现 在梁斌心里立刻就高下立判了 像他这样的大人物 怎么可能会欠别人的人情呢 就算你不讲 他心里也会是有数的 但你讲得太直白了 反倒就显得太功利了 这说明你今天的行为不是为了救人 而是为了从我梁某人这儿得到好处 梁斌和萧江波 刘喜贵寒暄了两句之后 就站在手术室门口等着消息 他又看了曾义一眼 心想 这个小伙子很不简单啊 既和黄天野这样的世界级医学专家 保持着良好的私人交情 又结识到萧江波这样的医药企业家 在卫生系统内这样的人很少见呢 再看了一眼 站在角落里失魂落魄的李毅善 梁斌这气就不打一处来 组织上给了李毅善这么好的条件 让你身居要职 专职负责保健工作 结果到了关键的时候 你反倒无计可施了 既联系不来专家 又想不出应急措施 只能让我眼睁睁等着老爷子咽气 那要你这种废物有什么用啊 脑外手术是个精细活儿 众人陪着梁斌在手术室外 等了有两个多小时 里面一点消息也没有传出来 梁斌的脸色重新焦虑了起来 有些心浮气躁 毕竟是父子情深啊 大概又过了半个小时 有人急匆匆从楼梯间走了出来 梁部长 徐部长跟部里的其他几位领导都过来了 梁斌担忧的看了一眼手术室的大门 随后一阵行色 我们去迎一下 话音刚落 那边电梯门一开 许盛荣率先迈步走了出来 老远就朝梁斌伸出手 一脸的关切之色 几步走上前来说道 梁斌同志 梁老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了 是否已经脱离了危险 还有什么需要部里支持的 许盛荣一连三个问题 让梁斌心里有些感动 虽然平时大家在工作上难免会有些摩擦 但许盛荣今天本来是要下去检查情况的 在得知情况以后能够第一时间带着大伙赶过来 同聊之谊表露无遗 梁斌握住许盛荣的手 盛荣部长 感谢你能来 一时之间 他竟然讲不出话来 他这个威风八面的部长 在面临老父亲生死存亡的时候 才知道在死神面前 谁都抖不起威风了 许盛荣在梁斌的手背上轻轻一拍 安慰道 吉人自有天助 我相信梁老这次一定能够挺过这关的 我们就站在这儿 陪着你一起等着梁老手术成功 卫生部其他几位领导也纷纷说道 是啊是啊 梁老那么慈祥和蔼的人 一定会逢凶化吉的 众人纷纷安慰了一番 许盛荣就站在这儿 听着周耀明 汇报梁老的病情 以及手术的情况 当着整个部领导的面 周耀明当然不敢提 钟教授被外调的事情 只是说 今天为梁老主刀的大夫 是大名鼎鼎的神手 黄天野 许盛荣听完之后又吩咐 无必要用最好的大夫 最好的设备 最好的药 来保证梁老的安慰 对于手术之后的安排 也要考虑周全 想到最细 做到最好 周耀明连连点头 表示一定会按照 许部长的指示去办 要尽全力 保证梁老的生命安全 许盛荣也就不再讲话 跟大伙一起站在手术室门口等 眼光扫过人群 他看到了站在最后面的曾毅 于是一招手就说 小曾 你上前来 这话一出 全场结晶 别说周耀明当场 惊得嘴巴都合不住 就是梁斌这位副部长 也是极其意外 谁也没有想到 许盛荣部长 竟然会认识曾毅 这一刻京城医院的人 就全都明白了 难怪曾毅年纪轻轻的 就会被组织上派来 担任医院的院长助理 还提了堂堂的正处 原来这是许部长的关系啊 在卫生系统内 这可是通道天了 大伙都想 李一善这次是死定了 不死也得死了 如果仅仅是把钟教授外调 或许李一善还不至于 一定要完蛋 但再加上打压许部长 看中的人 那就一定得完蛋了 而且会死得很难看 众人用余光看过去 发现李一善站在那 浑身像筛糠一样 抖得不停 惶惶如丧家之犬 完全没有了平日里的威风 曾毅就走上前去 许部长 许盛荣微微点头 面色凝重地问道 小曾啊 对于梁老的情况 你是怎么看的 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这一问 合不住嘴巴的人 可就更多了 乖乖 许部长在清楚了病情之后 竟然还要向曾毅这位助理 再次询问病情 这是什么情况啊 而且还问曾毅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这是为什么呀 难道曾毅的诊断和水平 比院里的专家还要厉害吗 曾毅还没开口 周耀明抢先就说 许部长 今天为梁老主导的黄大夫 就是曾毅同志请来的 要不是他请来了黄大夫救场 今天梁老的手术可能就无法安排了 这个时候 周耀明必须得狠狠的把李毅善踩一踩了 否则曾毅一开口 把这段时间愿力的情况讲出来 那自己可就不妙了 欺压曾毅的是李毅善不假 可自己对曾毅的处境漠不关心 未尝不是一种默许和推波助澜呢 许盛荣像是根本没有听到周耀明在讲什么 视线始终放在曾毅的身上 这让周耀明心里非常惶恐 就听曾毅说道 梁老的情况主要是拖得比较久了 再加上今天的血管破裂出血 导致不得不进行手术治疗 不过手术也有好处 一劳永逸 黄大夫的脑外手术水平那是世界级的 由他来主刀 相信梁老一定会转危为安的 许盛荣微微点头 他对曾毅的分析是非常相信的 要是没有十二分的本事 曾毅能让翟老如此信任吗 他又问道 那还有什么需要注意和防范的地方 曾毅就说 手术之后有一段观察期 这段时间非常关键 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来保证手术的效果 提高梁老的自我恢复能力 许盛荣就转向梁斌说道 梁斌同志 我向你推荐一位好大夫 就是你眼前的这位小曾同志 别看他年纪小 但在梁老的术后恢复上 相信是一定能帮上忙的 现场的下巴立刻掉了一地 让许部长大立举荐 这曾毅到底是什么来头啊 有没有搞错呀 梁斌的心里也是惊诧万分 他对许盛荣的风格还是有所了解的 要不是有十足的把握 许盛荣是绝不可能做这个推荐的 看来这位曾毅的医术水平 一定是非同凡响 他说道 盛荣部长大立推荐 让我不胜感激 在疏忽恢复的事情上 我会和小曾保持沟通的 许盛荣点点头 也就不和梁斌说什么了 转而低声问着曾毅 小曾啊 在医院的工作还适应吧 周耀明一听是浑身一个机灵 立刻把视线投向曾毅 不停地打着眼色 示意曾毅不要乱讲 今天只要曾毅的嘴稍微那么一歪 那周耀明这个堂堂的院长 可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就听曾毅说的 我没有医院工作的经验 这段时间主要是到一线去了解情况 周院长和一线的同志 对我都很关照 曾毅不可能把这些院领导都得罪光 那自己可就从事单立孤 变成孤家寡人 倒不如送周耀明一个人情 换得他以后对自己工作的支持 周耀明松了口气 曾毅特地提了他 那他就算是过关了 他感激地看了一眼曾毅 转身悄悄地抹了一把汗 太悬了 自己想着曾毅可能是有点来头 但没想到来头会这么大呀 许圣荣是什么人呢 立刻就从曾毅的话里 听出了不同的意味 官场上的话 每一句都是含有韵味的 说一线的同志对自己关照 那就是说上面的领导对自己不关照 只是许圣荣也没有讲 而是用一种冷淡的目光 从京城医院每一位院领导的脸上扫过 被许圣荣视线扫过的人 顿时就觉得后背上一阵阵发凉 一股寒意从脚底升起 然后直窜脑门 定力不够的 牙齿都已经忍不住要打颤了 挨个扫视过后 许圣荣又说 了解情况也是一个必须有的过程 希望你在熟悉情况之后 能够尽快投入到正常工作中去 周耀明赶紧说 请许部长放心 我们一定会在曾毅同志的工作上 给予权力帮助的 以老代心 是我们医疗战线一贯的优良传统 周耀明这是投桃报李 这话虽然是对许圣荣讲的 其实就是要告诉曾毅 你那个以老代心的方案 我会全力支持 许圣荣并没有深究的意思 而且眼前时机也不对 他索性就闭口不语 背起手来 站在那等着手术室里的情况 又过了十几分钟 手术室门口的信号灯一灭 就有人说 手术结束了 随后就看到护士举着吊瓶 推着滑轮床 从里面走了出来 有人赶紧过去帮忙 打开手术室外面的大门 护士提醒道 病人需要在无精病房观察 请不要靠近 然后就推着病床 快速离开 直接进了隔壁的无菌观察室 良斌的两只大手就抓在了一起 他心里非常焦急 急切地想知道手术的结果 而此时 手术室大门再次打开 走出来的是黄天野 以及京城医院的两位专家 黄天野的神色有些疲惫 可另外两人则是精神振奋 一名专家立刻宣布了结果 手术非常成功 另一名专家也不甘忍厚 补充说道 黄大夫的水平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不光成功摘除了梁老的脑瘤 还把滞留在梁老头部多年的那块蛋片 也顺利取了出来 非常成功 手术室门口的走廊里 立刻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这个手术的成功 让所有人都松了口气 许盛荣当即向梁斌表示祝贺 梁斌同志 你可以放心了 梁斌一一道谢 谢谢 谢谢 最后他抓住黄天爷的手 大力晃动着 连声说道 黄大夫太感谢了 太感谢了 黄天爷还是那副沉稳的样子 就听他说道 手术虽然成功了 但关键还要看术后的恢复 在这一点上我就无能为力了 梁部长可以多咨询一下 曾义曾大夫 他的用药水平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先有许盛荣这位大部长的亲自推荐 再有黄天爷这位医学审守的权力举荐 现场的人再次震惊了 大家之前以为 曾义只是有着通天的关系 现在看来 这种想法实在是错得非常离谱 这位曾义在医学上的造诣 怕是也登峰造极了 否则怎么可能会让许部长和黄大神手联手推荐 远的不说 就说京城医院吧 里面是专家遍地权威邻里 可也没有一个人能有这份荣光吧 大伙此时再看增益 那目光就有些羡慕和畏惧了 说到底 在京城医院这种地方 如果仅仅是有人脉有靠山 是不一定能让那些大专家大权威们口服心服的 毕竟这是医疗系统 具体到实际 还是要看你的医学功底和资历的 现在有了许胜荣和黄天爷的力捧 增益的实力已经毋庸置疑 就算是有人心里还有一丝的怀疑 那也得先掂量一下自己的分量 黄天爷此时做了一个解释 曾大夫的水平我以前是亲眼见过的 令我十分佩服 不仅如此 就连东江中医界的黄灿黄老先生也是赞赏不已 还专门请了曾大夫到东江医大去做演讲 京城医院的领导们就有些站不住了 连带着脚心都开始冒汗了 这真是太被动了 如此重要的事情自己竟然一点都没有打听到 黄灿黄老在国内中医界的名气和地位 丝毫不亚于京城医院的故老啊 能被黄老专程请到医学院去做演讲 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荣耀 看来人家这个中西医双学位还真不是盖的 在西医方面 人家请得动黄天爷这样的大胜手 在中医方面 人家又能跟泰山北斗一样的黄灿比肩 而看李毅善 大伙心里就不由叹气了 这个李毅善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 他的那个高级职称完全就是个面子祸 要不是身居京城医院副院长之职 他的真实医疗水平 可能连医院的实习生都比不过 梁斌听了黄天爷的解释 再次抓住了曾毅的手 小曾同志啊 那可就全摆脱给你了 说实话 在今天曾毅站出来举荐黄天爷的那一刻 梁斌对曾毅心里是非常感激 但也不是没有戒备之意 这是大人物的通病 他认为曾毅这么卖力帮忙 虽然嘴上说的客气 但肯定也有讨好自己这个大部长的意思 只是在许盛荣叫破曾毅名字的那一刹那 梁斌才知道自己错了 人家早就认识许盛荣 完全没有必要刻意讨好自己这位常务副部长 曾毅今天举荐黄天爷 让老爷子转为为安 却不是为了讨好谁 这令梁斌再次高看他一眼 同时在心里也暗暗做出决定 以后有合适的机会 自己可千万不能忘了这位大恩人 许盛荣对接下来术后的治疗 再次做出重要指示 又宽慰了梁斌几句之后 就带着部里的其他成员离开了京城医院 大家在手术室门口站了将近四个小时 都是人困马乏 尤其是黄天爷 他仓促接手这台手术 神经仅仅崩了好几个小时 此时真的是疲惫到了极点 梁斌虽然很担心观察室里的老父亲 但还是提出邀请 要请黄天爷吃顿饭再走 当然了今天就只能在医院的食堂里 简单吃一点 现在梁斌的老父亲就躺在观察室里 他不可能扔下父亲不管 跑到外面去请黄天爷吃饭 黄天爷说道 梁老现在还没有完全脱离危险 我知道梁部长的心此刻肯定还是悬着的 所以还是抓紧进行下面的治疗吧 吃饭的事情不急 梁部长不用这么客气的 曾毅此时说道 梁部长我去送送黄大夫 这算是帮梁斌找了个台阶下 不至于太失礼 毕竟人是曾毅请来的 曾毅去送也是合情合理 这一次周耀明可是一点都不糊涂了 他赶紧说道 小曾啊 黄大夫就由我来安排 你呢还是抓紧主持 研究一下梁老术后恢复方面的拥药方案吧 周耀明从曾毅的手里接过这件差事 这话说的也对 由他这位院长亲自去送 规格也不算低 医院的几位心脑权威专家和曾毅 开始制定术后方案 医院的几位领导就一起去送黄天野 李毅善站在那 想过去向梁斌解释几句求个饶 但看到梁斌的脸色 他就忍不住梁腿打颤 最后一咬牙 也跟着院领导一起下楼去了 此时上去解释 只能迎上梁斌的怒火 把自己烧个灰飞烟灭 倒不如先缓一缓 等到梁老脱离了生命危险 那个时候相信梁部长的情绪 一定会平稳很多 那自己再好好的求饶 说不定能逃过这一劫 到楼下送走黄天野几人 院领导们的心里稍稍松了口气 今天这一关风险是过去了 接下来就要看梁老能不能挺过来了 要知道有很多接受开颅手术的患者 手术很成功 但最终却没能清醒过来 所以现在还远不到彻底放松的时候 众人也很困乏 但一想到梁部长还在上面 就都不敢松懈 决定返回楼上 亲自参与术后治疗的安排和布置 正要转身 王副院长的眼睛比较厉害 一眼就看到有辆车进了医院大门 于是就说 顾老来了 长天小说首席医官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